好 那再來我就來到日了 我可以請先請教一問 你在每個地方 為什麼到那邊 為什麼離開 你不是原先安排 還是是原先安排 是 有一定的時期 對 我其實有事前先安排好 每一站大概會停留多久 但是比較 比較彈性 比如說我預計就是雅加達 至少是一個月 那我後來因為有認識更多的縣 更多採訪的縣 所以我又多停留了半個月 所以在雅加達停留了一個半月 然後後來就到了 三寶龍嘛 三寶龍是因為來到了當地才知道 有正和的慶典 所以我又多留了兩個禮拜 對 不然我原本其實是 每一個城市 除了雅加達之外 我每一個城市預計是待 一個禮拜 對 那本來的判斷是 怎麼樣做這樣的決定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想要得到什麼 應該是說 我知道 就是這一次去的話 他可能不能得到太全面的資訊 所以我比較抱著就是 先主要認識 有華人的城市 每一個城市大概的特性是怎麼樣 然後我先得到一些訊息 那我會知道 我大概有一個清晰的輪廓之後 那我如果之後想要再做進一步的 跟華人有關的研究 我就可以鎖定某些城市 對比方說像我這次在三寶龍 我們待了非常久的時間 然後才發現三寶龍裡面有非常多 值得 我覺得可以值得再繼續 比較細的探究的一些主題啦 所以我可以說你是把 印尼的有華人的城市 先做一個粗探 對 先做這樣子的一個粗探 因為 一方面是我 我知道自己不會講印尼語 我可能得到的資料 不會太多 對那我覺得就是先 呃 去體驗 去看看 然後先認識一下那整個環境 然後華人大概是怎樣的一個情況 然後發覺說自己之後 更想要比較深入研究的主題 對 你深入研究的主題還沒有確定 還是沒有確定 嗯 我後來就是 因為我其實一開始的計畫寫的比較大 對然後後來我覺得 比較想要聚焦一點 就是在年輕華人的認同 所以我才在雅加達待比較久的時間 一個半月的時間 這個是在雅加達的時候想出來的 去之前就想出來的 去之前 對 所以我才 我雅加達就事先已經決定是要待一個月的時間 對然後後來有得到更多的線嘛 所以我就留了一個半月 對那因為我覺得去了一趟 我覺得如果沒有去其他的華人城市看看也有點可惜 那我也想知道其他華人城市長什麼樣子 對 所以我就每個地方我就想說呃 呃 待一個禮拜或是到十天這樣子一個 整個暑假就這樣子把幾座重要的華人城市先跑過看看 對那在三寶龍的時候其實就發現很多 很多傳統的東西嗎 所以我覺得如果下一次我再去的話 三寶龍會是我就是會待更久時間的地方了 那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打算想要學藝 我有這個打算 對 我有這個打算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 對 我覺得你你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那我們想要 我可以看到你想要加入進道去華人世界 但是華人世界的話 他們有很多東西的話 是被 本地或者是 不是 華人世界的東西來變出來 對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我們也是要 要從 另外一邊的角度來看 因為它 它是兩方面嘛 對不對 是華人 跟Gunputra 或者是本地的 所以才會變成這樣 他們有 那麼特別的華人城市 所以我覺得 對 因為我 對 這次去我來不及學印尼文 對 然後 我去那邊之後才發現 有很多資料 我必須要從印尼文那邊資訊來取得 可能英文是不夠的 對 因為我跟當地人交流 大部分是使用英語 對 然後會講華語的話 我就是跟他們講華語 對 那可是 有太多的資料 我知道應該要從印尼文那邊取得 所以我回來的時候其實是打算要學印尼語 然後可能我再去一趟 這樣子 很多資料 我覺得 對 對 可能之後要再那個 那我其實也有問了一些 當地印尼年輕人 對華人的想法 可是因為我英文程度也還是有限 他們英文程度也還是有限 所以得到了一些訊息 也仍舊有限 所以今天比較就是提供一個輪廓 讓大家認識 好 那在日耳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女生 我在那個青年旅社 她在青年旅社打工的一個女生 叫做Saphira Saphira她說她的爺爺是華人 然後她 因為那個時候她知道我是台灣人 有一天晚上她就跑來找我 她就說 欸我可不可以跟你學中文 我的爺爺是華人 我想要學中文這樣子 後來我就跟她聊天 聊了一整個晚上 然後她說她只知道她 他們家的姓氏的拼音 她不知道中文字 她想要問我 她想要請我幫忙幫助她 找到她中文姓名的字 是怎麼寫的 然後她 因為她其實大學學的是中文系 但是她後來也修學 就沒有再繼續念 可是她想繼續學中文 那個時候她的老師有幫她取了一個名字 就直接從她的印尼語名字翻譯成中文 叫做沙菲亞 沙子的沙 張菲的菲 然後亞是一個女部在一個亞洲的亞這樣子 沙菲亞 然後她說可是我覺得很不像中文 這個名字很不像中文 你可不可以幫我取一個 比較像中文的名字 後來我就 就是幫助她找到她的姓氏 她應該是姓柯 就是木可柯 人家的拼音是怎麼寫的 K-E-W-O 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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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哇 因為其實有一點難探就是 我發現他們很多拼音 有些是來自福建化 有些是來自客家化 有些是來自廣東化 有些是來自華語 就是普通話 對 所以我其實那個時候 我找了一下 然後發現 就是我幫她上網查 然後發現是科 會是比較接近的 然後呢 我就幫她 我就問她說 欸你有什麼興趣 她就說 欸我喜歡思考生命的意義 所以後來我就幫她取了一個 絲這個字 對 那我覺得應該要保留她的 印尼文的名字 所以呢 我就把她保留亞這個字 所以我就幫她取名叫做柯亞斯 對 然後她自己非常喜歡 就是她很喜歡亞斯這個名字 我後來離開日人的時候 她就 把她的賴的狀態改成柯亞斯 這樣子 對 嗯 那 我每天就是會經過她的櫃台 就是她每天都會在櫃台 就是看她的那個 漢語跟印尼語的這個字典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其實她蠻高興的 因為她很年輕 也是大概最才二十出頭 可是她就想要知道自己爺爺的故事 然後想要知道自己家族的源源這樣子 對 好那 在日人的話我也去了皇宮 看了一些傳統舞蹈 這是Ramayana Ballet 就是印尼當地的一個傳統舞蹈 她是誰 妳就我也覺得 她有一個 妳